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您好中文课堂 我是你们的老师Ivy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HSK六级第35课第二部分 走进木板年画 在上一节课的课文学习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年画的起源 那么主要是讲到了门神化的一个发展历程 根据文献记载啊 这就门神化的起源呢 其实是有一个传说 传说有兄弟二人捉鬼 那么两个人就有人通过画他们两个的人像以来压鬼 到了唐宋年间呢 门神化得到了一个内容上的扩展 在清朝呢 就有学者专门用年画一词来进行表达 除此之外我们还讲到了木板年画 木板年画讲到了刁板的发明 刁板的发明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技术上的准备的 从墨水再到印章 然后再到杯客 接着呢 扩大了印章 当然在扩大印章之前还有一个踏印 扩大印章之后呢 有人就想 为什么不能在板上直接进行印刷呢 于是刁板就发明了 当然但是呢 这个刁板发明其实它依然有一定的局限 于是在后期的发展当中呢 就有了彩色套印 彩色套印 呃 在这些技术完备 然后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之上呢 年画也就走进了百姓的生活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要贴年画 年画印制的场所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年画的内容也在日渐丰富 年画成了文化交流 道德教育信仰传承的一个载体和工具 那么这就是我们上节课课文内容所讲到的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 呃 关于年画以及木板年画的一些相关知识 首先还是一样的 IV先给大家朗读一遍课文 大家先注意听 年画传人张光宁 第一次见到张光宁的木板年画是在春节庙会上 在众多摊位中 他的两只木板彩色套印技术做成的布老虎神气极了 那老虎翘着尾巴神态逼争 身上装饰着彩绘花纹和盛开的花朵 全身散发着喜气 我问多少钱 他怂怂间对我说 这是魏州虎 言外之意 是在告诉我这个外行 这壶可是喜出名门 我心想魏州是哪儿 我不知道 别人也未必知道 这算什么推销术 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这个卖年画的不像个商人 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二印象 当你和他讨价还价的时候 他立刻就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说话吞吞吐吐 什么 这是纯手工的 蚕刺品不可避免 这些信尘的谢绝还价的理由 他一条也说不出来 相反却唠唠叨叨的 总想和你讨论木板年画中深厚的文化底蕴 相识久了才知道 他在年画的故乡出生 长大 从小就画年画 基本功扎实 后来又对年画的构图创作 人物塑造 雕板手法 颜料加工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当他的作品逐步被市场认可后 他又不满足了 中国年画虽不分派别 但不同地区的年画各有所长 都值得学习借鉴 于是他再接再厉 数年间走遍了全国各大年画产地 与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 不仅如此 参加民俗文化巡展 走进大学和师生就相关主题进行研讨 交流艺术心得 他从不缺席 张光明一年到头可真够忙的 可他总是干净十足 他曾真诚地说 年画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 我喜欢他 热爱他 靠他生活 也在努力探索他 发展他 是啊 越是 越是经营年画久了 他对年画就预示热爱 他已确立了自己的目标 传播他喜爱的这一民俗文化 他的信念 就是拓展年画的内容 使其亚俗共赏 为更多的民众所喜爱 虽然任重道远 也不会一帆风顺 但他一定会坚持下去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问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生词 那么接上一节课的生词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十四个 神气 神气 神气呢 是一个形容词 课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的两只木板彩色套印技术 做成的布老虎 神气极了 神气极了 好 第二十五个 翘 翘 那么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比如说 那虎翘着尾巴 翘着尾巴 神态 这是第二十六个 神态 神态 那么也是一个名词 名词 神态逼真 神态逼真 那么神态 他不仅仅是指 一个人的面部表情 比如说微笑 等等 这些是面部表情 他还有着 更多的 包括神这个词 其实还强调一个人的 怎么说呢 精气神 精气神 好 第二十七个 盛开 盛开 注意是后笔音 盛开 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比如说盛开的花朵 盛开的花朵 那么在文章这里 盛开的花朵 是这个动词呢 充当定语来修士花朵 我们也会说 这个花盛开 花朵盛开 等等 二十八 散发 散发 那么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比如说散发者喜气 散发者喜气 散发者香气 香气 等等 散发 这是散发 那么第二十九个 怂 怂 这是一个动词 那么具体来说 比如说这样 怂尖 怂尖 他怂怂尖 怂尖 好 第三十个 周 周 那么这是一个名词 名词 比如说魏周虎 魏周虎 那么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当中 这个周字很多 包括在今天的中国地名当中 依然有非常 被大家所知道的一些地名 还有周的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像杭州 杭州 是吧 杭州 等等 那么在古代呢 这个周的 带周的地名就更多了 那比如说这里的魏周呢 他指的是河北省 邯郸市的魏县 魏县 除此之外 还有比如说像徐州 徐州 等等 好 第31 外行 外行 好 这是一个名词 言外之意是在告诉我这个外行 这胡可是系出名门 外行呢 其实就是指一个行业 不知道这个行业情况的一些人 比如说 比如说像当老师的 那么他对于做销售的可能就是一个外行人 对吧 那么这就是外行 不同行业的人 那么相对于 比如说在这里 张光宁 他就是年化的内行人 内行人 那么对于作者呢 对于张光宁而言 作者就是一个外行 是吧 他不知道内行的行词啊 等等的 好 等等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32个 推销 推销 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比如说 推销术 推销术 那么在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常见的 比如推销商品 商品推销等等 第33 吞吞吐吐吐 吞吐吐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AABB式的词语哈 吞吞吐吐吐 那么在文中呢 是形容张光宁说话的一个状态啊 说话吞吞吐吐吐的 感觉在这样的什么 是吧 吞吐吐吐吐 它其实是由吞吐吐啊 这两个动词 动词组合而成的 组合而成的 好 第34 残次品 残次品 那么残次品里面还包含着一个词 那就是次品 次品 好 在这里呢 他有一个英文的注释 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看一下英文上他们的一个差异 由此来理解一下这两个词语 文中呢 是残次品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残啊 注意残 其实它是残缺不完整的意思 它不仅仅是次品 那么它比次品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呢 就是它是残缺的 残缺的 那么这一点呢 在一般的手工艺品上面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 那手工艺品呢 它其实它的成功率不是非常高 尤其是比如说像年化啊 年化还有糖仁啊 这一类手工艺品等等 就很容易生成残次品 那么次品呢 又是相对于成品 或者说达标的产品而言的 那么它的质量上不过关 但它其实是完整的 那么这几个概念大家可以区别一下 好 第35个 县城 县城 这是一个形容词 县城的还价旅游啊 县城 那么还有 你们这有县城的货吗 县城那么就是 已经做好的 你可以看到的 或者说可以直接拿来的 而不是当场做给你的 那么这就是县城的 好 第36 谢绝 谢绝 好 谢绝还价 谢绝还价 那么这里它有一个谢字 那么谢绝它的意思 其实就是你去拒绝别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谢呢 其实它是非常委婉的 委婉的去拒绝 所以说是谢绝 那么在商人当中呢 有一些时候会说 谢绝还价 谢绝还价 等等 大家其实在拒绝别人的时候 不妨也可以用一用谢绝这个词 谢绝这个词 会显得比较的委婉 比拒绝要委婉很多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37 故乡 故乡 那么这是一个名词 名词 它在年化的故乡 出生 故乡 那么它指的就是一个人 从小出生 长大的这样一个地方 其实中国人呢 在骨子里面 其实对故乡是有很强的 乡情 可以这样说 或者说一连之情 所以一旦 各位小伙伴 如果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包括现代的文学作品 有所了解的话 其实可以发现 故乡这个主题 在创作文学当中呢 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呢 都有很精彩的作品 包括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其实故乡的这种一连之情 也是在生活中很常见的 那比如说我们过年 要回家过年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 对故乡的这样一种依恋之情 当然在这里呢 张光明 他是在年化的故乡出生 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那么当地的那种文化气氛 很浓厚 有这样一种传统习俗 对一个人 就会有一个长期熏陶的 这样一个过程 好 第38个 扎实 扎实 好注意哈 这个识呢 它要清读 清读扎实 它同样也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 比如说基本功扎实 基本功扎实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 扎实的基本功 扎实的基本功 在这里呢 补充一下语法 基本功扎实 它是一个主位短语结构 但是如果我们说扎实的基本功 那就是一个偏正结构了 好 那么在这里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汉语 大家一定要注意语续 好 第39 塑造 塑造 那么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 好 第40 手法 手法 那么这也是一个名词 雕板手法 刁板手法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一些关于文学领域的专有词汇 我们还讲到了写作手法 写作手法 等等 好 第41 派别 派别 那么这也是一个名词 名词 比如说 中国年画虽不分派别 但不同地区的年画各有所长 那么这里的派别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拿中国的金剧来举例吧 那么金剧属于中国戏剧当中的一个派别 除了金剧之外呢 还有一些地方戏 比如说像黄梅戏 欲句等等 还有乐句 那么这些又属于不同的派别 其实它相当于一个种类 但是这种种类它又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体系 体系 那么这就是派别的一个含义 好 第42个 借鉴 借鉴 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学习借鉴 学习借鉴 那么还有借鉴经验等等 第43个 在接 在历 在接 在历 它在接 在历 那么我们往往用到这个成语 这已经是个成语了 这个成语我们往往是说 比如说一个人 大家去参加汉语考试 或者说在汉语的表达当中 表现非常出色 那么为了鼓励大家 同时呢 又不让大家感到骄傲 老师们往往会说 在接 在历 在接 在历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呢 它肯定了你取得的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 你的表现很出色 但是另外一个呢 它也在提醒 一定要再 再 再是什么 第二次 多次 对吧 那么提醒你还要继续努力 这就是在接 赛里的一个含义 在文中呢 它主要是指 张光宁 他在年化的学习当中 怎么样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继续努力 然后呢 不断的与那些年化 同行 进行交流 学习 等等 好 那么44 心得 心得 交流 艺术 心得 心得 我们往往还会说 心得 体会 等等 第四十五 缺席 他从不缺席 缺席呢 它是一个动词 动词 好 第四十六 干净 干净 注意都是前笔音 干净 这是一个名词 名词 干净 十足 干净 十足 好 第四十七 占据 占据 这也是 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比如说 年化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 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 其实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个年化在张光宁的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年化占据了生命的全部 好 第四十八 确立 确立 这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 确立目标 确立目标 第四十九 信念 信念 那么这是一个名词 名词 他的信念就是拓展年化的内容 拓展年化的内容 好 我们往往说一个人的信念很坚定 坚定的信念 好 五十 认重 道远 认重 道远 那么这个词其实是来源于论语认重而道远 是不可以不红意认重而道远 这一句 好 他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指这个人的身上肩负的责任很重大 那么他在整个奋斗的故事历程当中道路也是非常的怎么样 很远 那么其实就是奋斗不惜责任重大 这样一个意思 好 五十一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当然他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张光宁 他在践行自己的 在坚持维护自己的信念的同时 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那么这里的一帆风顺 他的意思呢 就是指所有的事情呢 都变得很顺利 很顺利 当然不会说总是一帆风顺 没有什么事情 在完成的时候他都是很顺利的 肯定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啊 跌半啊 对 等等 好 在这里呢 为什么会说一帆风顺 这里的帆 大家注意 帆 往往是在船上 那么我们在远行远扬的时候呢 往往就会祝福对方啊 那个船怎么样呢 不要逆风 对吧 顺风而行 顺风而行就会很顺利 那么这里的帆呢 他其实是用到了 我们讲到的一个修词 借贷 借贷 他用帆来指代 借贷这样一个船 那么帆 他只是船的一个部分 我们用这个船的一部分来代替船 那么这就是一种借贷的手法运用 一帆风顺 他其实指的 在最初呢 他是指 希望这个远行的人 远洋航行的人 能够得到顺风 顺风而行 顺顺利利的 后来呢 逐渐演变成了 对于一个事情的完成过程中 希望很顺利 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词部分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课文 当中呢 对生词有一个更细致的理解 同样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去回顾他的一个词性 还有词意 好 我们进入今天的注释讲解部分 重点讲解部分 今天重点讲解当中的综合注释呢 首先讲到了欲 欲这个字 欲什么 欲什么 提到欲呢 其实它跟一个音是很相近的 那就是月 月 好 这个字呢是读欲 要记得搓口 欲 那么这个是读月 月 月亮的月和月亮的月同音 月 月来月怎么样 那么当然在大家的用语习惯当中 肯定会发现 其实月什么月什么这样的结构 更常见 更常见 那么欲呢 它也是和月的含义是一样的 但是更多的可能会在书面当中 出现的情况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 第一句 欲是经营年化久了 它对年化久 欲是热爱 好 同样这里其实可以把它换成月 月是经营年化久了 它对年化久越是热爱 越是热爱 好 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可以类比着月来进行学习 好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月什么月什么 还有欲什么欲什么 它其实这样的一个重复使用呢 它表达的是程度 跟随着条件 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在例句一当中呢 年化经营时间久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条件 年化经营的这个时间越长啊 它对年化的这个热爱程度就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对年化 张光宁对于年化的这样一个热爱程度 其实是和时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那么时间越久 它对年化越了解怎么样 就越热爱 这就是欲和越的一个语言上的含义吧 在这里呢 最常见的是越来越怎么样 还有越来越怎么样 这样一个结构 它们表达的呢 其实是程度随时间的一个变化 发展的过程 比如说 你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好看 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你变好看这样一个过程 它有一个时间过程 时间过程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 机遇的特点之一是转瞬即逝 市场竞争欲激烈 欲是如此 好 在这里呢 条件是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是在不断变化的 那么机会 这里注意 它有一个代词 欲是如此 这里的如此 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它代替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机遇转瞬即逝 机遇转瞬即逝 所以在这里呢 条件的变化是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激烈程度 越激烈 那么机会就越来越怎么样 容易转瞬即逝 这里它表达的也是一个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的这样一个含义 好 第三题 第三一句 一般来说啊 一个人受的教育越多越好 占有的人类精神文化的财富也就越多 创造发展文化的能力也就越强 而一个民族教育越普及 教育的质量越高 文化发展的速度就越快 文化水准也就越高 这也是因为教育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能动要素 是文化发展循环加速机制中的一个内在环节的缘故 那么这句话很长是吧 条件也很多 其实也很好 其实看着很多 其实理解起来呢 也没有特别难 比如说 前提啊 前提是什么 受教育的程度啊 受教育的多少 受教育越多 越好 那么当然当你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 你的教育程度越来越深的时候 你所了解的人类精神文化也就会越多 那么在这里用到了比喻的手法 将这些文化比喻成了无形的财富 人类精神文化的财富也就越多 那么这里说的就是 人类精神文化的财富 其实是和 你所学习到的这样一个精神文化 其实是和你受到的教育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那么接下来创造发展文化的能力也就越强 当然这种能力 它同样也是和你受到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接着 泛而广直的来谈到民族民族 教育越普及 教育的质量越高 文化发展的速度越快 那么在这里其实它有一个并列的关系 文化发展的速度 其实和教育的普及度 以及教育质量的高低 也是密切相关的 后面也有文化水准和文化发展的速度是一样的 他们和教育的普及以及教育的质量高低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实我们去理清的时候可以发现 往往在前面的 欲怎么样 欲怎么样 前面的那个往往是条件 而欲后面 第二个欲后面的那些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结果 或者说变化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 在这一段话当中呢 首先啊提到了人类精神文化的这个财富 还有创造发展文化的能力 它其实是和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呢 文化发展的速度和文化 文化发展速度的快慢 以及文化水准的高低 又和这个民族教育普及程度 以及教育质量高低又是密切相关的 它包含这个逻辑关系 大家一定要把它理清啊 理清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阿姨给大家做的一个解释 在这里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提示 在这里我们前面说到啊 欲什么欲什么 它和越什么越什么是相同的 但是要注意了 是不可以混用的 你前面用了欲 那么后面也用欲来表达 前面用了欲 后面也用欲来表达 而不可以混用说 我前面用了欲 我后面用欲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那么这不符合我们这个语法 也不符合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 大家要注意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例题 这个提醒大家并不陌生 请把下列六个小句组合成三个连贯的语段 连贯的语段 很简单 但是里面包含了很多欲 我希望大家在完成这个小题之后呢 能够对其中的逻辑关系有一个分析 有一个分析 好我们来看第一句 A 一个家庭欲重视教育 教育的投入欲多 B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欲是发达的市场经济 C 经营活动 欲是会受到完备的法规约束 从而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充分的公平竞争 D 他深就一副挑战式性格 欲是面对成功 E 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就欲高 综合素质也就欲高 F 欲要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 好的 那么这就是题目 大家要注意了 那么这个语段其实不是在练习大家怎么去排序 其实是在练习大家如何去把握 欲什么欲什么这样一个结构当中的逻辑关系 我们前面讲到了 欲什么欲什么这样一个表达 它其实是表示某一个东西 它是随着某些条件或者说程度 某一个程度随着某些条件不断变化而变化 所以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要抓住 抓住欲后面的条件或者说是程度 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 一个联系 好我们来看 希望大家能够有 现在能够有一个小小的感受 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这样我们来讲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们来看第一句 一个家庭欲重视教育 教育的投入越多 好 那么这一句应该和哪句搭配呢 好 我公布一下答案 这一句应该是这个段落 应该是A和E A和E 这个吧 好 A和E 为什么是A和E呢 当然我们从前面讲到的语意之间的联系 也是可以来进行理解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就用欲这个结构去理解吧 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确 A和E 它其实是在讲什么呢 它的主题啊 是在讲家庭教育 对吧 家庭教育 那么家庭教育当中 A讲到了重视教育 教育的投入欲多 那么这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所引起的程度变化 其实就是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怎么样 得到了提高 然后综合素质也就欲高 其实在这两个A和E的语乱当中 它不仅达到了主题一致 主题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呢 它在条件还有程度的联系上 这个逻辑上是对的 是说得通的 那么它都是在讲这个教育啊 越重视 投入越多 那么你整个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也就越高 综合素质也就越高 换而言之呢 就是文化水平和以及综合素质 其实适合你的那个家庭重视教育的程度 以及教育的投入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 好再来看 接下来可以排的呢 很明显的 B和C哈 B和C是可以的 为什么是B和C呢 当然他们有一个位置上的优势 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 那么两个是连在一起 大家一读完B去看C啊 就能明显的感觉出 其实两个是有关联的 首先呢 B和C啊 它的这个主题都是在讲市场经济 以及法治经济 强调法对吧 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运用 那么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欲试发达的市场经济 好了 发达的市场经济 指的是这个条件啊 就是说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发达程度 它所引起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经营活动所受法规约束程度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越发达的经济市场经济 它的经营活动就越规范 越规范 那么这个逻辑一推出来 就印证了 B和C是可以说的通的 可以说的通的 好了 接下来的那就是 什么呢 D和F了对吧 D和F 好 D和F呢 它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这个代词 他 他 他生就一副挑战式的性格 欲试面对成功 欲要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 是吧 那么条件就是他在面对成功的时候的一个反应 而程度变化就是他所设定的这样一个目标 设定的目标 那么越是在成功的面前 他对自己的要求就越严格 越富有挑战性 这就是他这个挑战性 或者说他的一个能力提升 与他面对成功这样一个形状的一个联系 主题呢 都是在讲他面对成功 主人公也是一样的 都是他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 在这里呢 前面讲到的主要是强调大家去理解他的一个逻辑关系 以及他在语言当中的一个运用 后面会有一个例句交给大家去进行练习 好 我们先来看练习吧 第一个 模仿例子 写出更多的词语 好 在这里用文来造词 文献 可以组出文章 文学 文人 作文 等等 好 在这里 ID继续给大家写一些吧 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的笔记本 我们一起来写 比如说 文化 对吧 文化 文化怎么写呢 文化 还有 我们每天交流 可能都会需要用到文字 文字 当我们去形容一个人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我们会用这个词 文笔 文笔出色 文采意义 好了 下一个词又出现了 文采 那么指的就是一个文章的艺术性 艺术性 以及作者 作家在表达的时候一个能力的体现 这就是文采 文采 好 接下来增天 用增来造词 增 增来 增的词呢 其实很多啊 比如说 增加 对吧 那还有增高 增高 增高 还有增进 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说增进两国的交流 增进两国的情谊 情谊 除此之外 还有增强 增强 现在很多的国外的大学啊 中国以外的大学呢 都增设了汉语这门课程 汉语这门课程 好的 还有增速 增速这个词呢 可能在经济当中会比较常用 比如说一个国家 GDP的一个增速情况啊 增速 好了 那么还有发财 用财来组词 那么大家能理解财吗 财当然和财富相关 所以首先一个词是财富 好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们常常会说到财产啊 财产 那么其实这个 呃 法律当中用的更多一些 财产分割啊之类的 还有呢 比如说财物啊 财物 好 我们刚刚又打出一个词 这个财物 这两个财物有什么不同 大家看第一个财物啊 第一个财物 第一个财物呢 它是指物品的物 那么肯定它就是指物 物体啊 物体 第二个物呢 是事物的物 它指的呢 事情啊 事情 呃 第一个财物 它指的是 比如说像你的钱包啊 手机啊等等 这一类就称之为财物 那么第二个财物呢 比如说啊 会计在做账的时候 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啊 财物 财物处理啊 财报啊等等 这些就属于财物啊 财物 呃 它们音是一样的 但是字不一样 一字之差啊 这个含义就相差甚远了 啊 相差甚远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呃 比如说像在金融领域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财经啊 财经 这个是 好 有黑色的 财经 好 这是财 好 再来看 这个是读 外 外 啊 外行 记不得的小伙伴要下去复习啦 外行 好 这里的行呢 其实是一个多音字 我们往往还有啊 还会说什么呢 他会把它读行 对吧 行走 行走 当我们去读行的时候呢 他更多的是在强调动作动作 当我们读行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名词 往往是指行业啊 行业 与之相关那些词语就可以展开了 比如说像行情啊 行情 那么呃 行当啊 行当 它是行业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 比如说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那我也可以说你是做什么行当的 啊 行当 它比较偏口语化 呃 除此之外还有行家啊 行家 那么就相当于你很懂这方面 比如说 呃 你热爱汉语啊 或者说你热爱收藏吧 用收藏来说 那么 当你去见上一个藏品的时候 哎 就有人会说 您 您是个行家啊 行家 那么其实就指您懂行 啊 懂行 你懂这一行 好 那么在这里说到这是外行 外行就是这个行业之外 那么还有行业之内啊 就是内行 内行 好了 继续来看 故乡啊 用乡来造词 乡来造词 呃 乡呢 很多啊 很多 不仅词很多 呃 相关的句子 还有诗句也很多 首先我们来看 呃 乡愁吧 乡愁 这是中国近几年 在农村建设当中经常提到的 乡愁建设 啊 乡愁 还有一个乡村啊 乡村 还有呢 啊 乡镇 这是一个地方行政划分的一个词 乡镇 还有比如说乡亲 乡亲们 乡亲哈 乡亲 他指的是呃 是比如说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呃 邻居吧 可以这样说邻居 或者说当地人哈 乡亲 乡亲 还有呢乡下啊 乡下 等等这些词 好了 那这就是这就是主词的部分了 主词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用所给词或结构改写句子 改写句子 呃 第一句 我来讲第一句吧 第二句其实挺简单的 看到月什么月什么 就知道它和玉什么玉什么是一样的 把月那里换掉玉 玉就可以了 读音上有一点差异 大家要注意听哈 注意听 月 月来月 玉 玉来玉 注意当我读玉的时候呢 这个搓口会比较的明显 玉 那么读月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变换的过程 月啊 月 好 我们来看第一句 由于此地涉及国家机密 所以不允许参观 那么谢绝 我们先来回顾 谢绝它是一个动词 动词 那么谢绝 有一个绝 它其实就是从语速上判断 它其实和拒绝是相关的 它只是比拒绝更委婉的去表达 更委婉的去表达 那么谢绝 它其实是一个婉词 婉词上的拒绝 婉词很委婉的将对方拒绝 所以在这里我们找到 有关于拒绝这样一个含义 由于此地涉及国家机密 所以 所以怎么样呢 谢绝参观 谢绝参观 好 我在这里写一下 谢绝参观 谢绝参观 这个词也很多啊 比如说 当你去到一个地方 你想进去看一下 结果发现人家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谢绝参观 那么 肯定要很知趣的离开了 对吧 因为你根本进不去 看不了 谢绝参观 好 第二个例句 大家下去完成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合适的这个词语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先来复习一下 首先 神态 神态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神态是一个名词 名词 它指的是一个人的神情态度 神情态度 它不仅仅是指它的一个面部表情 不仅仅是面部表情 它还有一个人的精气绳在里面 好 手法 手法是一个名词 名词 往往呢 它的一个敬意词是手段 手段 当然呢 这个词在专业领域当中 它也有用 比如说在文学评价 文学评论领域呢 还会研究一个文学手法 写作手法等等 好 涂抹 涂抹呢 当然不用说了 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心得 心得是一个名词 名词 顺开 顺开的花朵 那么这也是一个名 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动词 好 确立 确立 那么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 借鉴 借鉴经验 动词 信念 坚定的信念 名词 扎实 扎实 这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儿子从小就爱画画 从开始到随便 什么样呢 随便 这里肯定需要的是一个动词 对吧 随便怎么样 随便是一个副词吗 副词肯定是要修饰动词的 那么动词 在第一个语段当中 所给的动词呢 它有涂抹 还有顺开 顺开肯定不会了 不会是顺开了 顺开它指的是花朵嘛 对吧 所以这里呢 很明显它就应该填的是涂抹 随便涂抹 现在能画出什么 什么逼真啊 逼真 好 我先公布答案 神态逼真 那么它去磨 磨磨 磨磨 领磨那些小动物哈 那么画出来呢 神态逼真的意思就是很像啊 神情啊 动作啊 很像真实的动物 这就叫神态逼真啊 神态逼真 好了 逼真的 到现在能画出神态逼真的动物 还有什么呢 这里当然不用说 课文当中就这样讲的 盛开的花朵 对吧 盛开的花朵 好 还有怎么样呢 手法哈 手法越来越娴熟 绘画手法越来越娴熟 一路走来 经历了许多艰辛 也收获了许多幸福 他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 画画的什么呢 分享心得嘛 对吧 心得体会 心得体会 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画画的心得 好的 那么这就是这个语断 我没有做过多的分析啊 因为我们在分析完这个词语之后 它的一个词性 大家可以根据语法去进行判断 我们来看第二段 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不会 怎么样呢 一番风顺 一番风顺 都不会很顺利啊 都不会很顺利 一定是要遭遇一些挫折的 挫折 首先呢 要怎么样 确立啊 确立自己的目标 确立自己的目标 那么在中国的古话 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 有志之人 立常志 无志之人 常立志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呢 他在一定的时期 他一定会确立一个很高的志向 那么没有这种想要成就事业 这样的一些人呢 他们就不停地在更换自己的志向 或者说不停地在更换自己的一个梦想 比如说 我今天想当科学家 我明天想当文学家 是吧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 他想成就一番事业 他从 也许是从年幼的时候开始 他就说 我想好了 我要去当一名老师 我要去当一个作家 那么这就是有志之人 立常志 在他确立了目标之后呢 他就会投入他一生的时间 去学习 去历练 去历练 好 我们来看 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目标 给自己打下扎实的基础 扎实的基础 多怎么样 借鉴 多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 抱着必胜的信念 注意是信念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好的 那么因为时间问题 我就不再给大家一一讲了 其实也不是非常难 不是非常难 大家结合课文内容 还有这里的语段 把这些词重点的去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好 那么这就是语段练习 好 第四一个 找出下列语段中的 重复的关键词 关键词 那么这是我们上节课 上节课讲到的 比较多的一个内容 比较多的 好 我讲一下第一个吧 读过去 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 这个关键词 其实就是什么呢 泪水 对吧 这泪水 是激动的泪水 兴奋的泪水 喜悦的泪水 收获的泪水 那么这里用了排比 排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排比的修辞手法呢 基本的的话 要下去复习啊 好 泪水 这里的关键词是泪水 后面的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自己去把它找一下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啊 好 我们进入课文总结 今天的课文呢 主要是讲到了一个主人公啊 张光宁 那么讲到了作者 对张光宁的印象 首先出自的印象呢 是时间 地点 都是在春节的庙会 嗯 当时呢 张光宁做了一个不老虎啊 也没有进行推销 但是他说了 这是魏州虎 魏州虎 一听就是 讲给那些外行人听的 是吧 魏州虎 好 那么作者对他有了一个 第二次的这样一个印象 第二印象 觉得他不像个商人啊 不会去讨价还价之类的 但是他更多的会带领你去讨论 年化背后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蜜 那么和张光宁相识久了 那么这种了解就越来越深刻了 了解到他的创作背景啊 他做年化的这样一个背景 还有他对于年化的这样一种热爱 热爱 再接着呢 就讲到了张光宁的这样一个目标和信念 他要传播年化这样一种文化 并且不断拓展年化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文内容 课文内容呢 老师在讲一个人哈 讲这个年化传人的一个传奇经历 大家下去呢 可以再多读一下课文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扩展吧 语素意 语素意这是我们经常在谈的 在这里呢 我们先读吧 读一下 回收 回收 开除 开除 请示 请示 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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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瞻仰 瞻仰 落成 落成 开彩 开彩 划分 划分 施加 施加 应酬 应酬 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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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 配套 好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要做的一个扩展上的词语 我们来讲一下 其实语素意的理解 大家应该其实都不陌生 都不陌生 我们讲一个词语 帮助大家回顾一下如何来学习这一块的内容吧 回收吧 回收 它有两个语素 回和收 那么回 比如说回家 回来 它就包含着一个返回 返回的这样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还 还 收呢 比如说收回利用 收钱 对吧 你都有一个拿过来 然后拿过来这样一个动作 这就是收 收 回收呢 它的语素意是很相近的 回呢 它是指你怎么去怎么回 是吧 这是回 收呢 也是回 有回这个意思 所以回收啊 它就包含着你把它返还 拿过来这样一个含义 比如说回收废品 回收废品 回收 垃圾 回收垃圾 垃圾回收等等 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 在这里呢 其实是抛砖引玉啊 抛砖引玉 举一反三 大家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 我就讲这一个词语的 如何去学习 帮助大家复习 学习的一个步骤 下面的词语呢 就靠大家自己下去完成 当你理解了这个语素一之后 还不够 一定要学会用 怎么去用呢 多少句 多少句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课文的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下去呢 把刚刚没有讲完的例句完成 然后呢 自己学完 扩展这一部分语素一的内容 然后自己下去造下去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文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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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